字幕提供 好啦 各位 嘩 又不斷震又震 震 不知是不行 啦 總之不要緊 這個app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都不要緊 繼續努力 總之我現在發現不要動這麼多 就會好一些 那樣子是老神在在的 我們看看 現在這樣會不會好一些 這樣好像英俊一點 好啦 來了 我英俊的意思不是我英俊 英俊的意思是那些影像好像好些 好了 今集的游青園好愛呢 聲音有點賊 最近有點累 很多雜募 要前身希望大家多多包容 有一個最新的異動就顯示 中共真是壞了 比做女兒還壞了 他連IAR弟弟 這個乾弟弟不漏洞拉 這個越南仔也不如 是什麽來的呢 大家聽下去就知道了 總之很希望大家一路看片 一路可以Google搜尋八五郵報 atpatreon 八五郵報atpatreon 在這裏續訂戶或者續訂回來 另外大家可以一路看片 一路按這個supercheck 或者superfans 都可以幫到小弟的 好 多謝各位 來吧 不應不應還須認 正如赤化香港 越來越不如民主台灣 獨裁中國 也都 越來越不如 寡頭越南 竟然是這樣 同樣是共產國家 人家的年輕人好過你 百月 以前叫百月 好過你 其實香港人 如果說種類 種族 是近百月人的 都是南島語系的人 其實 總之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香港的種族 其實不是漢人 大家要搞清楚 所以大家不要擁抱什麼 大漢族主義 不要學六八九 麥米鑽 粗口鑽 那些 穿什麼漢服 好像做 去之江橫店 做老林 那樣 多肉酸 尤其那個 六八九 好像殯儀館 唐官那樣 真的要命 不過他養了自己 就快死了 唉呀 真是好厲害 那麼多人死不見你死 請問你什麼時候死呢 那種 好啦 怎麼說都好啦 香港人呢 都還可以怪 遇人不熟 遇到很多 出賣香港的人 遇到不知所謂的 共產黨高幹 出賣香港人有 六八九啊 七七七啊 現在 李叉燒啊 PK等啊 以至剛剛被拆乾固的 禿嬰 曾偉雄啊 這些大把 真是呢 慶祝難書 這些 賣港者呢 多得如 亨賀 三嫂 不是 亨賀三嫂 真是 水勢都不清那隻 好啦 香港人呢 都還可以 真的可以的 還可以說呢 真是語言不熟 但是很老實 強國人 就只可以說 自取其辱 你不推翻現在的政權 你沒有話可說 最有的能力推翻 這個政權就是 那十四億人 是不是 你都不做事都沒有話可說 有什麼人就有什麼政權的啦 沒有什麼好說 好啦 我要說回這件事就是 中共現在比做女兒還壞 或是習總比做主義還壞 唉 不要侮辱主義 不好意思啊 小弟在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越南經歷了兩個月零十八日的 疑似獨裁統治之後 迷途之犯 很快很快很快 就重回越南改革開放之後 所實施的集體領導 回去啦 獨裁統治沒有出路 屎路一條的 一定要回去 就是這樣啦 而資料顯示 原來真的有 Dictator Virus的 原來真的有 獨裁者病毒的 唉呀 原來真的有這些東西的 事關 越南在過去那十二年 十幾年的GDP顯示 但凡交為獨裁的年份 越南的GDP就會下跌 而交為集體領導的年份 越南的GDP就會上升 嘩 真的不到你不信 其實中國也是 而小弟再找回 中國的GDP資料來看 主要是看世界銀行 統一它 越南也是看世界銀行 中國也是看世界銀行 當然可以看IMF 一樣 不過統一它 因為那個計分marking scheme也是一樣的 其實比率就差不多 不過用世界銀行呢 它再 好像闊一點 因為它cover的國家更加多 國家更加多 就是這樣 其實差不多 適除專辯 不過小弟又找了 World Bank的資料 那麼小弟再找回中國 中國在World Bank的GDP資料來看 那麼就客延發言 習近平在2012年10月 即是10月尾 即是2012年10月尾 即是2011年底 做了中共總書記之後 中國的GDP 不單止反覆向下 更加大的發現是 但凡習近平 加強獨裁統治 或者加強集權 的年份呢 中國的GDP 就會跌得更加急 哇 真是好像有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 出現這樣 哇 真是宿命這樣 宿命難為 好啦 各位 在這裏先簡單 和大家交代一下 越南的最新情況 不會阻止大家太多時間 說多幾句 那用來對照 中共的情況 是更加清楚的 那 越南的最新情況 是怎麼說呢 就是話說 這個越共 中共 不是 越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 他叫做梁強 就當選這個 越南國家主席 那麼 這個安排 這個 他做到國家主席 越南國家主席 這個 意味著 越南 重回 四頭馬車 集體領導 的體制 那 一定要 說回多一點 話說 越南國家主席 這個位置 之前是由總書記 蘇林 之前是去過大陸的 是蘇林做的 就是總書記兼國家主席 那 象徵著蘇林 將黨 政軍大權 集於一身 黨就是總書記 總書記 總書記是黨的 最高領袖 國家主席 就是行政機關的最高領袖 而 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也是蘇林 也是軍隊的最高領袖 等於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 就是這樣的 但是 這個蘇林 做了國家主席 就是兼任國家主席的安排 只是由今年8月3日 做到昨天 10月21日 前後只有2個月18日 數下手指頭頭尾尾棺材 山地只有79日 被袁世凱當年稱帝 稱了82日 還要短命 袁世凱還多他3日 總之 越南很快很狠快就重回 四頭馬車的集體領導體制 就是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國會主席 國會主席就是類似中國人大委員長 總之四頭馬車就是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國會主席 有四頭馬車的集體領導體制 你都可以叫做有些制衡作用的體制 而極之詭異的現象也可以說是 分贓的體制 即是在黨裏面各個不同的派系 各個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 即是等於當年胡錦濤做總書記的時候 所謂九龍治水 在九個勢力範圍 大家各有各 各有各的板塊 去卡位 就是這樣 越南其實都是這個情況 不過國家小一點就不用那麼多板塊 主要是四大板塊 就是這樣的 這個壞處也是主要的句 但好處就是 權力不會過分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即是說不會實施獨裁統治 也就是說一個人的錯不會累死整個國家 就是這麼簡單 而極之詭異的現象是 剛剛死了無奈的粵共總書記 就是院副仲 他在2018年 就兼任越南的國家主席 那麼呢 他那年呢 越南的GDP就馬上插稅 到了2021年 埋單計數呢 越南的GDP增長呢 只剩下2.6% 自有弱無了 而就在同一年 即是2021年 這個院副仲呢 沒辦法了 被迫不再兼任這個國家主席 華厚美議員呢 第二年 那GDP就競升 即是2022年 即是前年 那GDP就競升 是增加了8.1% 差不多整個東南亞最威脅了 整個亞洲最威脅了 應該都是 差不多整個世界都是最威脅的 應該都是 就是這樣 而在中國 都有類似的情況 話說 習近平做總書記 之前那一年 即是2011年 中國的GDP增長呢 還是碰到10%左右 即是有9.6% 之前還不得了啦 胡溫體制的時候 年年十幾% 到最後那年 才剩下9.6% 是不是 但是習近平一做總書記 2012年那年的GDP 就剩下7.9% 一剩下1.7% 跟著呢 就一直做下去呢 那個GDP的增長呢 一直反覆向下 幾乎沒有升過 幾乎沒有升過 去到2018年3月 人大修憲 廢除國家主席任期 當年埋單計數呢 中國的GDP增長呢 只剩下6.7% 一路還沒有上去的 一路下跌的 那好了 跟著2019年 那個獨裁病毒呢 就開始肆虐 習近平甚至乎 病到呢 要鎮壓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瘋到這樣 接著第二年 還搞什麼 國安法 港版國安法 那結果呢 2019年GDP增長呢 是再跌0.7% 剩下6% 好了 2020年了 獨裁病毒病入高科 有了港版國安法 不用說了 好厲害了 是不是 中國的GDP增長剩下2.2% 雖然說 你說有疫情的影響 但是 不怕貨比貨 但是同一年呢 越南的GDP增長 雖然都跌了 但是呢 還有2.9% 還是多 你0.7% 那你中共 裝了抗疫成功 是不是 怎麼說都不會跌得那麼金 是不是 為什麼呢 所以呢 絕對有理由相信 是獨裁病毒有意自知的 事實上 2022年 習近平正式做第三任中共總書記 那獨裁病毒效應又來了 結果在那一年呢 他知道GDP增長又是插水 即是之前2021年 是升上去 不知8%左右的 譚花燕而已 回崗反照 我們現在叫做客 那2020年又插水了 即是剩下3% 那一年他做第三任總書記 可賀你 是不是 但是 真是又不怕貨比貨 同期就是2022年 越南的GDP增長是有8.1% 8.1% 多你5.1% 兩倍又多 兩倍半又多 好了各位 苦今追悉 江澤民年代 雖然呢 就是江澤民開始實行這個總書記 是兼任國家主席的 即是習大黨 政軍大權一身 所以那時候他叫江核心 但是就算是江澤民去開始集權呢 他都總說 不要說之前 胡耀邦趙紫陽那時候 直覺奧地 真是 真是 全面開放些 的集體領導 比較開放些 不要說全面 他都不是很全面 比較開放些的集體領導 去到江澤民都想集權的了 但是呢 即是江澤民都兼任國家主席的了 是他開始的 但是都總算 江澤民都總算將經濟決策權 是放給總理朱玉基 所以呢 就有所謂的江珠體制 那麼去到胡錦濤做總書記更加開放啦 剛才說的九龍治水啊 這些事情啦 那時候的溫家寶總理呢 是可以說 近幾十年來最大權 趙紫陽之後 最大權的中國總理 所以呢 那時候呢 最堪稱做體制 所以叫做胡溫體制 胡溫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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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現在 大陸人是津津津樂道的 胡溫體制 因為江珠體制呢 朱鎔基也是做了 就是五年 總理而已 所以這個體制都不夠 胡溫體制足足做了十年 也都成功了抗疫啊 那時候呢 有有有有有有沙士啊 也都成功呢 抵抗這個民村大利震啊 也都呢 成功振興了經濟啊 什麼八萬億振興經濟計劃啊 這些是什麼嘛 對不對 去到習近平的時候 本來起初呢 還有所謂的習理體制 人家是有期望的 因為 畢竟是習仲勳的兒子嘛 老子英雄兒好看嘛 嘩 誰不知 老子英雄兒混蛋的 那有習理體制 但是他一直呢 頭五年一直 即是 擠壓擠壓李克強的 第二任總司機任期 李克強第二任總理任期 簡直是隱形的 那樣子 久不久說什麼 人間煙火啊 擺下地攤啊 中國有六億人 預約不夠一千元啊 這些 那樣子 硬兩下而已 但也沒什麼做 後來還屈屈而終 李克強可以說是屈屈而終 或者是被 被屈屈而終 被心臟病發 總之 李克強 最初有所謂李克強經濟學 李克強只是威了一兩年 兩三年 然後呢 已經是沒有定期 叫他擺正位置的了 不要亂說話的了 那即是 習近平已經變相 肥常 那即是 不單止 黨政軍大權 集於一身 連日常的運作 連國務院日常的運作 那些天氣 他都要看 他都要看 就是 都是黨政軍大權 集於一身 不過那個政呢 執行層面 Execution level 他都要看 那你現在看到 很多事情 港澳辦 都撥回去中共 中央那裏 不是under國務院 雖然也掛著牌 但是主要是 歸屬黨的 你可以看到 那總之 去到這個情況 集體領導已經名存實亡 及至習近平 做第三任總書記 即是2022年 就找一個 昔日的大臂 即是拿公事包的 李強 去做國務院總理 那就真是 令到習近平正式 踏上獨裁之路 而他的獨裁病毒呢 已經可以說 走魂全身 五臟六虎 其經八脈 噢 沒得醫的了 就是這樣了 現在就是這樣了 所以中國經濟是 下降的 你說我說 一定下降 越南就聰明了 越南知道 哇馬上不要搞這些事 蘇林哥 蘇哥 蘇 蘇 蘇林也是 以國家為重 不要亂來 就是這樣了 這幾段很簡單 有了越南這個最佳的座政 就更加可以確認到一個宿命 一個宿命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習總越獨裁 中國越悲哀 中國越悲哀 革命 越快哀 實情是這樣的 不用很久了 好了 今集講到這裡 總之很感謝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去繼續堅持 很感謝 很感謝大家 多謝 又在動那個畫面 我要想一想怎麼弄它 先按一下它 先按一下它 好了 拜拜啦